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本财务省事务次官福田纯一,日前传出涉嫌性骚扰女记者的丑闻,当局一开始却消极处理,直到民怨爆发福田才抵出辞呈。 财务省于27日认定存在性骚扰的事实,财罚福田在值最后6个月减薪20%,但在扣除这笔141万日元,约新台币38万元,他还可以爽拿5178万日元,约新台币1400万元,退休金。 据共同社报道,日本财务省指出,律师三次向福田询问当时状况,福田已承认4月4日的却与朝日电视台女职员单独用餐,但始终否认有幸遭让行为。 财务省则认为,福田的举动已伤害行政信誉,导致国会混乱的局面,而且拿不出反驳指控者的证据。 财务省官房长时也抗制在记者会上对相关人士公开道歉,但也宣布此案难以弄清事实,所以必须要结束调查。 朝日电视台则回应,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,财务省应该要继续进行完整的调查,而且福田本人应该要出面道歉。 受害女职员则透过电视台指出,福田不承认性骚行为令人遗憾,但她能够接受财务省所认定的事实,至于福田纯一所涉及的性骚扰行为,是对女记者询问我可以摸奶的胸部吗? 可以抱抱吗? 我要把奶的手绑起来 并且问对方要不要偷情,以上都有录音证据,其他女记者也控诉曾遭福田性骚扰,但她至始至终都不愿承认。